而另外一位候选人江东成 也选择在同一天同一个时段 举办了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 教委的意义相当的浓厚 代理乡长江东成 这一次在乡今的劝劲力挺之下 出来参选 他表示任重道远会全力以赴 也希望能够有机会 继续为妇理乡亲们来服务 妇理是我的家竞选主题 呼应参选人江东成强调的 只要是对妇理这块土地认同 有爱的人都是妇理人的理念 飘散在今天竞选总部成立的现场 不仅有大批乡亲民众支持 地方政要首长名义代表 农会团体也全都出马 为江东成振台气势如虹 我们妇理发展的机会 全国都在看我们妇理 刚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展现 妇理最团结的精神 最高超的女朋友 给全国的民政派 好不好 好 代理乡长江东成 这一次在妇理乡各机关团体 以及乡亲民众 劝劲力挺 万分感动的他 任重道远全力冲刺 他希望妇理乡团结合作 攜手突破向前 让各界对妇理乡的创新进步大改观 会结合我们辖区所有的各单位 各单位团体协位这边 大家全力为我们妇理乡的进步建设 大家来动动导 大家来创新 让我们妇理乡能够 不管是从建设观光或农业方面 都有一个突破的一个大不卖 超级星期六 刘文祥与江东成两位强棒 不约儿童选在同日同时成立竞选总部 比拼一位农后 江东成表示 秉持着不买票干净选丰的最大原则 呼吁副理乡不分党派不分族群 齐心团结 共同为副理乡的未来打拼奋斗 接着是越南副理采访报道